第三題一樣 請你打三顆一 好 這個題目的是反其道而合情 什麼意思 就是 他反過來問你就是 我先告訴你答案是 xs介於負一大五之間 請問你原來的方程式說 原來的不等式長什麼樣 啊怎麼辦 那就簡單嘛 你先告訴我答案 那就把推回去嘛 對不對 好 你告訴我來看這邊 你覺得答案會出現他 你的潛意或是什麼 肯定是xs加1 1乘0才叫解5吧 對不對 因為既然出現負一這個答案 已經是xs加1嘛 然後負5的話 已經是xs解5 你現在文藝不知道 是大於5還是小於0嗎 對不對 你猜大於5還是小於0 如果不會的看這邊嘛 負1 5來5 這邊也是1證 也負1證 這邊才會可能出現這兩個結果吧 所以肯定是什麼 小於0 對吧 那接著幫你把它乘開 x0寫4x 解5小於0 好 就現在我出現問題 為什麼 你看這個不等式跟這個不等式有一樣嗎 兩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把兩個地方不一樣 這裡寫的是正式 這裡寫的是負4 這裡寫的是負4 這裡寫的是大於 這裡寫的是小於0 所以我為了要跟他一樣 就是把頭乘多少 乘以負1吧 乘負1就變成是負1就是0 乘負1變成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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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我嗎 為了好 這個一把寫下去